我认识汤米太飞的那一晚 身为一个警察 我在职业生涯中目睹过许多事物 许多很糟糕恶心的事物 见证过那些画面 不禁会让人思考人性到底有多么的邪恶 我看过很多事件 我永远无法忘却的画面 它们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好多年了 我看过人类所做过任何 超乎你所能想象的残忍的事 但这些回忆之中 只有一个让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那一次的事件 让我好几晚都无法入眠 每当我回想那整起事故 我的胸口总会感到很沉闷 至今仍让我感到很恐惧 我遇见汤米太飞的那一晚 1987年7月24日 糟 我们有一通来自Tenner街的911报案电话 我的搭档亨利 Henry 靠在驾驶座的车窗边说着 打开我的车门 我手里端着两杯咖啡 弯腰坐在方向盘后方 我把另一杯咖啡递给他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棒了 我原本还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宁的夜晚 那边有什么样的情况 接线员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打电话报案 说家里有家暴的情形 亨利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喝着那热腾腾的咖啡 太棒了 我好爱介入吵架的情侣之间 我叹着气说我把咖啡放在杯架内 打开车顶的灯 驶离加油站 开上高速公路 我的手指紧张地敲打着方向盘 我们已经接过无数的案例了 但我每一次总会感到很紧绷 家暴代表其中一方失去了控制 失去控制的人行为无法预测 无法预测的人相当的危险 几分钟后亨利指着车窗外说 他哪儿接在呢 知道了 我转着方向盘说着 那条路很安又很安静 一栋又一栋而小的屋子陈列在一块 我确认报案的地址后 停到一间有两层楼屋子的车道上 我看着周遭 试着看看附近有没有好奇的邻居 整条街一片死寂 完全没有人影 我走出车外 夜里温暖的风吹过我的脸颊 把我的帽子吹歪了些 亨利从隔壁座位里的后照镜里 看了我一眼 看着我走着 我什么都没听到 他低声地说着 看着那栋房屋的前院 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 但我们还看得出来 里面灯火通明 也许他们看到警车的灯光后 就没再吵架了 我笑着说 走向前门 亨利跟着我一起走着 你先请吧 亨利挥手示意 你还真是有礼貌呢 我说着 举起手敲着门 哈罗 我们是警察 请开门 我大声地说 我们等了一会 屋内有个脚步声 慢慢地迈向我们 接着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是个男人的声音 请你打开门吧 我又说了一次 在门上敲着又是一片寂静 接着我听到有人低声地谈话着 终于有人把门打开了一点点 一个女人看到我们后脸红了起来 亨利摸着帽颜说着 晚安 小姐 我们接到了一个家暴的报案 可以请你开门吗 这里的一切都很好 她低语着 她的双眼透过门缝看着我们 拜托离开我们吧 我们没事的 我一手放在门上 坚定地问 可以让我们跟屋内的那位先生 跟我们谈谈吗 屋内传出一个冷酷的声音 似乎掌握着这一切 没事的玛丽 玛丽 让他们进来吧 那女人颤抖着 舔着她的嘴唇 往后退一步打开了门 我们走进门后 发现了她的不寻常之处 她的头发很凌乱 双颊通红 眉毛下冒着汗 她看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我跟亨利脱下我们的帽子 我微笑着 试着让她感到安心些 她关上了门 晚安 警察先生们 我转身看着客厅 我的心跳 暂时停了一下 有个男人 坐在客厅中间的椅子上 面对着我们 但他不像个男人 他的脸孔不太寻常 有点像外星人 他微笑着 露出那不像牙齿的牙齿 只有一抹白色的 毫无牙缝的东西 在他口中 他的鼻子 像是一颗突出的瘤 有一双相当亮的 湛蓝双眼 他的皮肤 相当的完美无瑕 相当的白净 他有一头短短的金发 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上头写着 红色卡通字体的嗨 他让我想到玩瓦 但又不太像 看来我们之间 可能有点误会 那男人 动也不动地 说着亨利 看了我一眼 看来他也跟我一样 被那男人的长相吓到了 他清了一下喉咙 往前走 我们接到一通报案电话 说这边有人在争论 我们只是来这边 确保一切都没事 一切都很安宁 那男人露出一抹 更大的微笑 玛丽跟我有一些些意见 不同之处 并不需要警察到这 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问着 我突然感到 全身的背脊发凉 像是有一根冰冷的手指 摸过我的脊椎 我的名字是汤米太妃 我把帽子戴回头上 好的汤米 你是这位小姐的丈夫吗 汤米举起她的拇指 慢慢地俯过她的嘴唇 她的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 亨利举起眉毛问 先生 她不是我的丈夫 我身后的女人低声地说着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我转身看到了她 玛丽 站在楼梯边 一脸苍白 亨利走向她 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问 小姐 你还好吗 怎么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她的双眼睁大着 露出血丝 拜托请把她赶出门 我突然感到警戒心 我转向汤米 她早已站起身 就站在我的面前 脸上还挂着那抹微笑 她只是有点沮丧 她柔和地说着 她无意那么说的 我看着亨利 她也跟我一样提高了戒心 这个怪异的男人 这情况 那女人眼里透露出的惊恐 这一切都不对劲 我全身感到一股寒意 你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那女人对着汤米怒吼着 先生 请你往后退 我说着 一手放在枪套上 女儿 是她打电话报案的吗 汤米只是扬起她的眉毛 往后退 警察先生 我只是在 配合你们办案而已 他看着 我身后的那个女人 玛丽 我只是想回归 跟我家人的生活 亨利把手放在汤米的胸膛 轻轻地 把她推离我面前 先生 我需要你先坐下 直到我们解决这一切 汤米 微笑着往后退了几步 但没有坐回去椅子上 她的双眼看着玛丽 他们之间看起来相当地紧绷 小姐玛丽对吗 家里面有小孩吗 我轻声地问着 站在她面前 试着不让汤米看着她 她看着我 双眼泛着泪 她把她戴上楼了 她捂着脸哭着 我的心跳加快着 看着亨利 我去看看 亨利说着 走过我身边 随着亨利走上楼梯 我转过头 看着汤米 问她 发生了什么事 跟我说说吧 汤米的双眼亮了起来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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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做了什么事 我往前踏了一步 询问着汤米没有动作 我做过了很多事呢 警察先生 亨利很快地跑上楼梯 我紧盯着汤米 试着观察她的反应 她只是露出微笑 盯着我看 屋里还有谁 我问着玛丽 我背后的寒毛直立 她只是继续地哭泣着 很明显地感到很沮丧 但终于开口说了 我的丈夫 我的女儿 我就是你的丈夫啊 汤米笑着说 她怂怂间 笑我眨了眼 当她沮丧的时候 总会说些怪怪的话 你知道的 女人总是如此 突然间 玛丽握紧拳头 对着汤米大吼 你对麦克做了什么 莉莉在哪里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被她突如其来 递大吼 吓了一大跳 心跳加速着 试着理解这一切 在我还来不及开口时 我听到 亨利在楼上喊着 我的天啊 他妈的搞什么鬼啊 他妈的这是什么情境 我打开枪套 握着手枪 我感到又惊恐又困惑 我的头感到一阵晕眩 我看着汤米的笑脸 我慢慢地退到楼梯边 亨利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搭档走了出来 双眼睁得大大的 一脸惨白 他不停地颤抖着 不断地祷告着 亨利 我大喊着 眼睛盯着汤米 亨利的双眼 瞪得大大的 露出血丝 指着汤米说 把他 把他戴上手铐 接着他跑下楼梯 手还指着他 你这个变态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怎么可以 对一个小孩那么做 亨利跑过我身边 在我还来不及反应时 他把汤米 扑倒在地 你这个变态杀人魔 他们在地板上滚动着 怒吼着 亨利试着 把汤米制服在地 汤米脸上的微笑 已经消失了 嘴唇 在他那无瑕的脸孔上 形成了一条线 玛丽哭倒在地上 一脸惊恐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枪掏出来 指着我搭档 跟汤米的方向 亨利把汤米 压倒在地 膝盖抵着他的背 把他的手铐拿出来 靠在他的手腕上 你这个邪恶的混账 你会死在牢里的 亨利吐着口水 我走向前 把他拉起身 试着安抚他 亨利 跟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 他咬着牙 闭紧双眼 他他那女儿已经死了 汤米开始笑着 哦 真是天大的误会啊 虽然看起来是那样 但我可以跟你们保证 他还活着 汤米转过身看着我们 我很在乎那小女孩 我绝对不会杀他的 他只是因为打电话 被我处罚罢了 亨利瞪大双眼说 我的天啊 接着他大叫着跑上楼 我感到一片混乱 我不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枪指着汤米 看着玛丽 全扶着身躯哭着 你的丈夫在哪 我问着 试着理解一切 他妈的现在 是什么情形 玛丽 只是前后的摇动着 她没有回应 我单膝跪在地 抓着她的肩膀 把她的头转向我 玛丽 你的丈夫在哪 她泛着泪 指着楼上 她颤抖着说着 她 她把她带到卧室里 我想 接着她又继续哭着 我的嘴巴感到相当的干涸 试着不看那个 在地面对着我笑的汤米 突然间 亨利在楼上喊着 快上来 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她带下楼 她还在呼吸 快啊 我看着汤米 确保她不会轻举妄动 跑上楼 我听到亨利似乎挣扎着 似乎一动些什么 突然间我看见了 我看着在主卧室角落里的那张床 四根床柱树立着 那个丈夫被插在其中一根床柱上 她的嘴被撕裂了 嘴唇贴在地面上 血流在地板上 那根木质的柱子 贯穿了她的喉咙 她全裸的身躯 被吊挂在那 全身不满鱼筋跟割伤 地板上都是粪便跟血迹 我往后退 试着大叫 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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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亨利在喊我的名字 但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 很想呕吐 但我发现我无法呼吸 突然间听见了一个高分贝的尖叫声 玛丽 我听见楼下有东西被拖在地板上走 接着玛丽的尖叫声消失了 亨利试着呼叫急救人员 我感到一阵晕眩 靠着墙壁 试着不跌倒在地 我往下看 看着汤米原本的位置 他跟玛丽一起消失了 汤米被破坏的手铐留在地面上 我的天啊 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低语着接着屋内停电了 我听到亨利吓了一跳的声音 我的背靠着墙 试着听出汤米的行踪 我的心跳声相当的大声 把灯打开啊 亨利大叫着 我在一片漆黑中走着 接着我听见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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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到了亨利跟那女孩在的那房间内 我跪在地上 呼喊着亨利突然间 一片灯光闪着我的双眼 我举起手遮挡灯光 亨利放下他的手电筒 他苍白的脸孔透露出惊恐 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 他怒吼着 我试着回答他 但当我看到 在他怀里的那女孩时开不了口 他看起来还布满五岁 绳索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无尽的绳结 他的双眼是和尚的 嘴巴被胶带封住 我注意到他的脸颊似乎鼓鼓的 像是里头塞满了东西 我伸手把胶带撕下来 血液滴在我的手上 混杂着血液其唾液的东西 从他的口中流出 我的天啊 亨利低声地 颤抖着说 一堆又一堆尖锐的大头钉 从他的口中掉落到地面上 我一脸惊恐地跟亨利对看着 亨利慢慢地 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入他的口中 把剩余的钉子取出 一脸作恶地把它们丢到地上 什么样的怪物会这么做 我说 那还不是最糟的事 亨利说着 摇摇头接着说 你仔细看 他把他身上的那件小小的黄色裙子 掀了一小部分起来 当我感受到冰冷的金属物体时 我全身都软了下来 搞什么 他怎么怎么会 我只能胡言乱语地说着 胸口感受到一股浓烈的恨意 亨利把他的裙子放了下来 我想他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才有办法复原 刹那间 门后传来一个声响 听起来像是有人正在走上二楼 我举起我的手枪 亨利把他的手电筒关掉 靠着墙 惶恐地看着我 杀掉那混账 亨利低语着 我站起身 握着枪的手心冒着汗 我靠着墙 望向那黑漆漆的走廊 我听见楼梯口 传出一个低语声 有警察受伤罗 有警察受伤罗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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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出挂在我腰带上的手电筒 放在手枪下缘 只向那声音的来源 动手 亨利嘶吼着 我打开手电筒 心跳加速 准备开枪时 发现没有人在那里 我到处扫视着周遭 看着任何一个阴影 但那走廊 并没有人影 我舔了一下嘴唇 走了出去 手指放在板机上 你躲在哪里 我自言自语地说着 背脊流着汗 我走下走廊 看着扶手下方 所有的一切都很安静 鸦雀无声 支援人员快到了 亨利在我背后轻声地说 我转身走回那房间内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这该死的房子 我把手电筒关掉 屈膝跪在亨利 跟那小女孩身旁 她把她递到我怀里 我小心地抱着她 看着她泛着血的苍白脸孔 她看起来奄奄一息 泪水几乎从我眼中一涌而出 我紧紧地闭上双眼 摇着头 我懂 亨利说着 他嘶哑的声音说着 你有看到她吗 有看到玛丽吗 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走廊的尽头 传出了一个回应 从那死去的丈夫 卧室里传出的 我很遗憾 她似乎发生了一场意外 我跟亨利都吓了一大跳 转头看着那片漆黑 一双闪亮的湛蓝双眼 在走廊的尽头 看着我们 像是钻石般闪烁的双眼 玛丽在试图走到地下室时 从楼梯上跌了下去 摔断了她的脖子 淘米也鱼地说着 我很遗憾 今晚的一切 可能都成了一场灾难了 在我还来不及开口说话前 亨利已经站起身 大吼着掏出他的手枪 他往前走了几步 往他开了三枪 他的双眼消失在一片漆黑中 我们还能听见 那混账在另一个房间内的嬉笑声 呆在这 亨利愤恨地说着 他走到走廊上 关上了卧室的门 留着我在一片漆黑之中 在那扇门关上之前 我看见了红色跟蓝色的灯闪着 是我们的支援 他们到了 亨利急促地在走廊上走着 呼喊着淘米 当他走到在远处的那主卧室时 他的声音变得较为模糊不清了 接着是一片四季 我秉持着呼吸 像是怕空气从我肺里逃出一样 我静静地数着心跳声 一二三四 亨利被用力地 抛向我面前的房门 木屑喷洒了一地 他的头罐穿了那扇门 脸直接撞在墙上 我听见他脊椎断裂的声音 我惊慌失措地哭喊着 深深地吸着气 感到无尽的惶恐 我需要逃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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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紧地抱着那女孩 站了起来 汗水滴在衣领上 我咬着牙 舔了一下潜烈的嘴唇 听见汤米走下楼梯 有警察受伤罗 有警察受伤罗 嘻嘻嘻嘻嘻嘻嘻 我望向窗外 看到两名警察正走向前门 当我还来不及呼喊他们时 汤米已经打开了前门 脸上带着一谋微笑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警察先生 他若无其事地说着 他把门关上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 我把那失去意识的女孩 背在我的肩膀上 跑下楼 我已经听见外头 传出了尖叫声 我跑进厨房 全身冒着冷汗地眨着眼 撞到了墙壁 我的肩膀很痛 但我只想找到出口就在那 是一扇玻璃门 我把那女孩抱在怀里 打开那扇门 走进一片漆黑 当我感受到那温暖的空气时 松了一口气 我静静地把门关上 听见汤米又走进了屋内 我弯着身 走在屋子周遭 全身提高着警戒 当我走到前院时 看见了那台警车 那两位警察的喉咙 被撕裂开了 沉湿在车顶上 天啊 恐惧感充斥着全身 我好想得到解脱 赶快跑 我向自己说着 在他发现你之前 快逃离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撑向我的警车 没几秒就推开了那车门 我把那女孩放进车内 紧张地看着身后 确保她的安全无虑后 我跑到驾驶座 像是要把门拆下般地 拉开车门 我跌进驾驶座 发动了引擎 当我到完车 排档准备踩油门时 我看见了那扇前门被打开了 我看到所有的前门都打开了 每一栋在Tanner街上的房子 都是这样 我排到地档后 把油门踩到底 轮胎发出了声响 即使在路上时 我看到了汤米太妃 从每一户家门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那令人作恶的微笑 我的天哪 我低声地说着 他入侵了整个社区 我转过弯 使离那恶梦 逃离那屠杀的场面 远离汤米太妃 那晚至今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每一天都想着我所目睹的那惊悚的画面 你要怎么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景象的人解释那一切 你做不到吧 所以我也只能默默地忍受那痛苦的回忆 在那次事件后 汤米就消失无踪 当我把那女孩送进医院后 对着无线电一次又一次的大吼时 那社区完全地消失了 没错 消失了 那怪物把那里所有的一切都烧至灰烬 所有的房子 每一个人 整条街 几个小时后 当我在那急诊室时 听见他们这样跟我回报 我还记得我当时站在医院外 双手还沾着血迹 看着远处的那片火光 我看着那地狱般的景象 但至少这一切并不完全都是悲惨的结局 在我那晚救出那女孩后 我还是有跟她保持联系 很庆幸的 她存活了下来 也在她的人生中找到了幸福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从那场噩梦中复原的 但她做到了 我偶尔会拜访她跟她的先生 她真的是个很棒的人 我在几天前去拜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向我告知一个极佳的消息 他们跟我说 他们即将成为父母了